你得冷静 金庸就这样 他在讲到 他为什么写袁总焕评传 你看袁总焕儿子 袁成志是碧雪剑的主角 他提到袁总焕的时候 说袁总焕当年那么大的功劳 从政信了反贱计 把他凌迟 结果老百姓拿钱 买袁总焕的肉吃 说这是汉奸 得活寡的 我们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这话是不对的 很多时候群众是糊涂无比的 如果一个民族 不通过批判群众的两个性 他获得不了上升的 文明的这种资源 所以金庸在这点上 还是做得很好 我包括我后来给 跟我学新评论的 有些学生我提出 我新评论的几条原则是什么 我这里 而且借这个直播机 会跟大家说点心里话 我认为我说这么几句话 我希望大家如果 要对着感兴趣 应该能记下来 新评论要做到什么 背后有事实 就我们不能胡说 一定是事实真相 背后有事实 眼底有乾坤 你看的不是这一个地方 这一个地方发生的事 你会联系到全国 乃至全世界 甚至古往近来 人性时间空间 这叫眼底有乾坤 胸中有正气 你不能是外面写道的 不能人不为己 天出地命 你得有大爱正气 胸中有正气 心头有温暖 你得有人情味 你不能什么事 就靠冰冷的东西 靠制度去解决 这里必须有人情的东西 连起来就是 背后有事实 眼底有乾坤 胸中有正气 心头有温暖 不冲动 不盲从 用冷静的理性温暖世界 用冷静的理性温暖世界 我可以再说一遍 就是 这个 背后有事实 眼底有乾坤 胸中有正气 心头有温暖 不冲动 不盲从 用冷静的理性温暖世界 我是今天希望这些话 能够跟大家共辩 这也是我看金雯先生 他给明报前后写过7 満因权的理性温暖世界